山口组猫组长来台首度专访 唱谈日本黑道生涯 戴着墨镜一身深蓝色西装 这位有型有款看来很潮的日本中年大叔 他有个可爱称号 这是大家以为的猫组长 实际上的他真实身份 是日本山口组三代木佐藤组本部长坚元潮 因为爱猫自己才取名为猫组长 坚元潮就像是总经理 负责山口组营运和资金调度 经手的是上百亿日币的庞大金流 人在山口组武士及到精神要有猫组长的坐销纸就曾为了化解纠纷自己切了 左小指切了二十年每天都会看到一辈子的这一切影响深远 坚元潮在2015年已经退休 现在的他是自由赚稿人 在日本出书大潭山口组邦内秘新 过往无法重来 经历成了人生重要资产 坚元潮要以猫组长身份继续展开新人生 突破中心 太平坡了 我们下期再见